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9日 是农历的7月1日 也就是俗称的鬼月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218集 一开始我先为所有的投资朋友祈福 来念一下吉祥语 天零零地零零 各路神仙来显灵 7月7月鬼门开 好运好运快到来 念完了 希望所有听到我念的投资朋友 投资都能走好运赚大钱 鬼门已经开了 鬼月有什么禁忌 禁忌就是不要讲鬼话 也不要听信鬼话 宁愿相信这世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唬烂大师那张嘴 其实鬼比人还善良 鬼不会骗人 你害他 他会来找你 你没做过坏事 就不用怕鬼 人比鬼可怕 因为人会骗人 会骗鬼 会骗神明 不是吗 我看到这只股票就想笑 到底在搞什么鬼 说这家公司是牛仔裤大王 他的最大股东 是政府的国发基金 国发基金在18元这个价位 投资了14.8亿 现在股价剩下3元还卖不掉 国发基金是不是纳税人的钱 还有3万多个散户 他持有的这只股票可能要变壁子的 因为这家公司负责人跑了 钱都掏空了 一毛都不剩 好惨 这就是我不买国内股票的原因 谁想得到 跟着国发基金去买 也会踢到地雷 现在是凌晨2点12分 外面肯定一堆鬼 不过不用怕鬼只会找害他的人 你没做坏事 没害人 没乱卖商品 鬼他不会来找你的 现在美股到穷涨344点 纳斯达涨104点 为什么美股昨天大涨 今天又继续涨 我也不知道 反正美股就是涨涨跌跌 涨太高了他就会跌 跌差不多了 他又会开始涨 特别来看一下比特币 涨11% 比特币是一个观察资金 跟投机行情的指标 比特币如果又开始往上涨 我觉得股市在往上走的机会 应该是蛮大的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